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与音乐为伍 盲选配队 代季传承 在碰撞和交融中 把记忆唤醒 让金曲唤新 很多年轻一代的歌手 我有这个机会地认识你们 未来这都是我美好的回忆 打破壁垒 突破自我 这样类型的音乐 是我第一次去接触 代季的桥梁由新生架起 世界的隔膜被心动打破 凝结你我 体会共鸣 自从我自己的歌变成我们的歌 这是今天的舞台最大的意义吧 熟悉的旋律倾诉人间的长情 这个节目我很爱 很爱你们每一个年轻人 一个个的我 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我们 探索创新 传递感悟 地上光阴的故事 很值得去重新回味的一些历程 我们的歌 播撒下音乐的种子 注入百感交集的心情 触景生情的故事 感慨万千的人生 我到现在就很miss他的 四季时光的浇灌 如今扎根抽叶 含苞待放 舞台以备 声光就绪 幕后的三个房间 静候三代歌手入住 我们的歌第五季 一路为伍 相声绽放 哎呦为伙 不一样 我为什么要回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流连忘返 这就是属于我的游乐园 这个地方玩一次 就想再来 一回我是跟汪松龙办了个公司 我们是魅力有限公司 第二回我们是大卖场 超气人 大卖场 第三次 我希望能够跟他创造一种风格 然后不仅是能玩出可能性 而且非常特别 所以我找一个特别的人 有几张画 这个是我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去年我们是首画的 首绘对不对 今年我们节目组 可以做这个AI的绘画了 然后现在我要做的是说 我要形容我心目中完美的自己 然后做出一个画像 我希望我是胖胖的身子 我有四肢短短的腿 我身上有很多的绒毛 是粉色的绒毛 你能听懂吗 就这样吧 先我试试 OK 好可爱 好可爱 这个代表了我完美的AI形象 谢谢 一个人可以讲这么久 你看自个儿聊天 这容易吗 不容易 你单口像人 这很难 对不对 你是老经验了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经验还行 丰富一些 老这个字还是得生年 没有 没有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没有 快死了 大家好 我是哈林于晨庆 1986年我发行第一张专辑 50年了 算这种东西干什么 伤感情 这一次得知这个能够来我们的歌 我觉得非常开心了 它很符合我对于现在音乐 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跟效果 这都是说是字画像是吧 对 像这种 文青 我 是这个吗 我觉得想事了是吗 对文青 我是这个菜 你看就是你了 各位我们的歌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光良 我是1995年出道 现在今年是2003的话 哎我数学很烂 28年 哈哈哈哈 想念的心 装满的都是你 他好像很多心事 全世界都在他的周围 可是他却 一个人在一个小空间里面 想东西思考 也是我常常以前小时候会做的事这样 我觉得是哈林哥 还有还有 这个呢 我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也常常做这个 表情跟东西啊 我喜欢这样啊 这个泡米花不错 哎这个挺好的 嗨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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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琳阿琳 这个好漂亮 这个超美的 哦那我这么说也知道 这位肯定是阿琳老师哎 嗨 因为我本身是阿美族 我们家就在海边 我都会望着海唱歌 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声音 可以疗愈每一个人 午夜的巴黎 依旧挥荡在梦里 我希望接下来 能够合作的朋友们 就是颜值担当吧 又一次来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赤喽喽 然后今年我二十岁 去年我来的时候十九岁 因为上一次来很快乐 然后并且有一些遗憾 一个是想弥补上一次的遗憾 然后再一个就是 希望可以有更多作品出现吧 嗨哈喽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又见面了 你是又见面了 我第一次见 我是许子梅 我不敢当 今天起我决定好好过 不再牵手转身海阔 我去年来的时候 然后他们让我们拿笔画 啊 那你画了个啥 哎呦 嗨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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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麦曾里特 我身高172 体重72 最近好像也变胖了 你觉得在观众眼里 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帅哥 现在九位歌手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我们已经根据各位歌手 出道年份的先后 把大家分布在前辈 中生代和新生三间盲配间内 接下来A组盲配正式开始 来 大家好 看到那么多个朋友 前面还有那么多朋友 我们来集合展吧 来 欢迎你们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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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敬顾你们了 谢谢 楼上的朋友们 你们好 太开心了 终于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帮我们起聚一堂 这里是东方卫视 欢迎各位来收看 王明优备 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第五季 本节目由美声盘200毫克 活性免疫球蛋白的高品质鲜奶 领先品牌 王明优备独家冠名播出 高品质鲜奶 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 更多活性营养给你更强保护力 让电动车生来更强 本节目由上汽通用汽车 和奥特能致电平台赞助播出 本节目呢 我们又将迎来一批 华语乐坛的金曲前浪 中间力量 还有我们的先生力量跨带组合 一路为伍 相声绽放 现在我们和他们只有 一墙之隔 可以再大声一点 你们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 今天晚上他们能不能够前往这个舞台 用歌声征服彼此 而且用歌声唤起你们心中美好的回忆呢 他们能不能够同时按键 选择对方举起合体的站牌呢 现在所有的歌手已经做好准备了 接下来让我们隔屏初相见 哈喽 回首 哈喽 嗨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九人合唱 这首歌的名字在路上 也蕴含着本季节目的主题 一路为伍相声绽放 我们可以在合唱的过程中 挑选自己心仪的搭档 这样是不是可以听出来大家声 这首歌 这首歌 一遍走一遍唱出的歌曲 哇 这个好熟啊 这很同样啊 这首歌 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 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 我在路上 在路上 这个比较比较比较 声音还蛮能听的 声音还蛮能听的 飞扬 期待路上 雨上 震撼的头跟打 突如其来的那一场 帮帮帮 在路上 在路上 听见我自由 放声唱 和我一样 配上行囊 脚步照亮 远方 梦想开放 在路上 我在路上 在路上 一杯飞扬 在路上 在路上 听见我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备独家挂名播出 你那一嗓子就漏了啊是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之后的一句像是在喊出来自己名字一样对 首次的合唱已经结束各位心中是否已经有了心仪的合作名单了呢 有 九位歌手当中只有八位会最终脱颖而出配对成功 而有一位将不得不爆汗离开我们的舞台 就要淘汰一个 在正式盲配开始之前我们将通过抽签来选出每个房间的房主歌手 房主歌手拥有优先选择心仪搭档以及曲目的权利 啊怎么会这样而这个关键的房主将由美生含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的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光明优备为大家选出哇牛奶也可以选人的肯定很健康啊高品质鲜奶活性免疫球蛋白是关键光明优备美生所含的20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将带给你更强的保护力 之前我参加的那两季他就是房主能选的权利特别多你是房主吗我从来没有当过从来没当过没有这一次应该也不会了我知道你当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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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来抽我来抽我来抽我我我我我来抽我没有没有您来您来 这个人很奇怪我们两个在那边客气他我怕你们吵起来 渔翁得利了是不是预防强征哎 嗯 有号码 哪儿呢 他们可能看不太清楚 前辈嘛 老花可能 七八 三十八 恭喜 减七 高品质鲜奶的关键 是活性免疫球蛋白 我的搭档的关键 一样要有鲜活力 虽然没有抽到房主 但是接下来 我要把握每一个 关键的舞台表演 光明优备包装上 明确表有 美生200毫克 活性免疫球蛋白 果然是高品质鲜奶领先品牌 无论是不是房主 都能成就更高品质的舞台 一口好喝的鲜奶 关键的活性免疫球蛋白 顿时让我们的房间 充满了鲜活力 恭喜三位房主 喝鲜奶 美生含200毫克 活性免疫球蛋白 是关键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正式的盲配环节 各位老师 你们的变声麦克风 已经开启 想要与前辈房主合唱的歌手 请起力争取 这么多人啊 请问你们这个择偶标准 择偶标准则您呢 不是择偶了 选搭档 选搭档 选搭档的标准 搭档 哎 那位三十八号 哎呦 加起来居然又坐下了 对你不尊重 怎么回事后悔 哎我觉得你这个家伙在这边挑拨是非啊 没有啊啊没有啊 我只是比较熟悉的威德啊 大厨子你有什么要说的 七十八号你好 我刚刚抢赢了三十八号 因为三十八号也特别想选您啊 所以我很喜欢他 你对他很熟悉对不对 很熟悉 你多熟悉 我特别熟悉 我全家从老到小对他都特别熟悉 啊啊那你 最后是我赢了 因为我真的对你非常非常熟悉 是哦 你为什么叫大厨子呢 大厨子 因为我是一个广东人 嗯我做菜很厉害 哇哦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嗯 哈哈 哈哈哈哈 厨子你跟我呀 我爱吃你做的呀 哈哈哈哈 我一定要选一个鲜活的搭档 对不对 来秀一首来瞧瞧 我要唱一首 呃在我今年巡演里面 对我意义非常大这首歌 这个人还说自己巡演里 这叫凡尔赛 选的自己多厉害一样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搞得太紧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意 哇 哇 哇 厉害厉害 好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啊 来说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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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啊 是我啊 不好意思 我自己记这个都有点 也得反应不过来 鸡蟹狗已经急了 开始抛下了 说我呀 我很怕落完影啊 我变得很温馴 鸡蟹狗脾气变差了 啊 我们其实一直对你很好奇啊 你为什么叫啊 其实我这个准确来说应该是啊 啊 一问句啊 对其实它代表一个 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我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 无人问津的状态 啊 啊 一看都是这个反应嘛 哦 哦 但是我希望可以在这里借我的 努力 能够有朝一夜把它变成 啊 就是这个人 就是把那个问号变成 惊叹号 对不对 哎哎 yes 我们还有一个真汉子 哇这个头啊 头好大 我就准备了一段小小的舞蹈 这样子 哎呦 蛮厉害的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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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会跳这个舞的人真的是很不错 但是演艺界会跳这种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不对 只能说他的节奏感还不错 刚才三位给我的惊喜的展示呢 我觉得 大厨子 目前 我觉得符合标准 耶 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会选真汉子吧 因为他的节奏感很好 他节奏感好 可是我只看到他跳舞 所以我觉得真汉子啊 选择这个展示啊 没有打动你 对对对我不知道他真正唱的这些部分了解 现在我们将向各位展示本场盲沛的六首歌曲 九位歌手将通过我们所准备的六首歌曲 来进行舞台盲沛合唱 啊这歌都很熟哎 刘莎是那个爱情好香刘莎吗 在路上什么 卖卖卖天卖天手放转啊 明月少年蔡依林 蔡依林 悟空带拳 带拳 刘莎陶哲 你看看你是本身公司的哈 这么这么了解这些事啊 我要选歌对吧 就选 悟空好了 好不好 这个歌啊 我 比较少尝试这个风格 我想试试看 玩一下吧 玩一下吧 接下来请两位一步至主舞台 好 我先走了 哎 主号主号主号 恭喜您能够一拍几合啊 一步升天的 一步升天 别别别 您别升天 你们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A组盲选重配 正式开始 欢迎各位 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中方卫视我们的歌 官方微博参与微博点评 边看边聊 发表你对舞台的看点见解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歌话题页 参与我们的歌 博牙紫棋合作舞台等互动 解锁更多惊喜玩法 这个时候最紧张 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各位 在接下来的表演当中 观众朋友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记住光明优备 我们的歌小程序 为你心目中的最佳鲜活 人气组合点赞 参与互动还可以解锁 精彩独家花絮 更能获得观看 现场录制的机会 等更多惊喜不利 我就知道是他 哈林总统 帅 我比较好奇 另外一位是谁 那边那个我比较确认 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知道 他是谁 还是剪影啊 哎哦哦哦 我已经知道了 是你想的那一位吗 我这个发型绝对很帅的 他特别帅 他做饭还特别好吃 总要试一下声音的 对不对一开始 因为从来没有听到 对方的音量啊 我这个这个 这真的是这个节目的挑战 为什么 哇呀太大声怎么办 对 永远第一集是没法听 对方的音量的 哪句要唱和声也不知道 那后面会怎么样 你表现不好了 就是靠声唱呗 所以我都会选 简单一点的歌 找我 可以 financi posterior 你 评论 以及 封烟残尽 独立阑珊 谁叫我伸手不翻 谁让我爱恨两难到来 肝肠存断 往事当空 你说话 手黎明 流程不改 且怒且悲且狂猜 虽然社会是妖怪 不过是 心有莫差 叫一声佛指 回头无望 归以人为生 生死无关 双眼不是真假结 深渊散去不分明 难断 我要 这天棒有何用 我要 这变化有何 还是不安 还是地球 情乎当中 欲说欢笑 可以啊 无白 可以 可以 漂亮 漂亮 万事当空 万事当空 恩人秀怀 学无黎明 无黎明 流程不改 流程不改 却怒且悲且悲且狂猜 是人是归是妖怪 不过是 心有莫差 求一声佛指 终回头无望 归以人为生 生死无关 上眼浮世 真假经 身边三剧 不分明 难断 我要 我要 这铁蚌有何用 我要 我要 这变化又如何 还是不安 还是地球 幸福当中 一双幻想 我要 这铁蚌最无谋 这铁蚌最无谋 我要 这变化乱迷处 有迷处 他随你相 放肆结合 是当心 终究难逃 这铁蚌 这铁蚌 这铁蚌最无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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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好难唱的一首歌 您放心 你看看他们也没有听过对方的 然后这么使劲地跳 其实踢上去也不强 没问题 很厉害 您更厉害 没问题 来 谢谢 掌声送给你们 可以下去还是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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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问一下前辈 您的花名怎么念呢 七八 那七八的意思是什么呢 奇葩 这第一个意思还有第二个意思 骑吧 骑车 对 我喜欢骑单车爬山 好明白 怪不得您的身材保持的那么好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是不是 接下来这一位了 您的花名大厨子是吧 对 平时很喜欢做菜吗 对 因为我做饭很厉害 小菜不做只做大菜 好明白了 好 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位前辈歌手 是 您听出对面这个人是谁吗 我还真的听不出来 大厨子刚刚在那个前辈唱 不要的时候 我感觉 你点了一下头 你好像已经听出这位前辈是谁 其实光在我们那个被战监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对 因为他所有的身形 发型 说话的语气 就能猜出来 而且他有个非常标志性的动作 他刚刚在那个被战监五一间做了一下 就这个 您的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出卖了您 哪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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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聊聊这首歌 这首歌是内地非常著名的音乐创作者 戴全的作品 这首歌 它是音乐跟戏曲做了一个结合 您会不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对 对 我家里面呢 跟京剧有很深的关系 因为我母亲也是一个京剧演员嘛 所以我从小就是听京剧长大 刚刚尤其最后那一句的时候 我仿佛听出了老声的那种唱腔的韵味了 这个真的很少见 嗯 专业的人士就听不出来 因为专业的一听就知道这个啊肯定不是练家子 可是这个一般的听众呢可能觉得有这么一点韵味 我觉得那个韵味非常非常的足啊 谢谢 其实您身经百战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彩排的时候也是单独彩排 这样的一种合作心情是怎么样的 空虚寂寞 这个一般的对唱通常都要面对面 然后经过很多次的排列去抓到对方的习惯 但是你看不到人 所以这个心里面会有一点不安啊忐忑 因为通常有对手的时候啊 会有火花 你会因为他的唱法 你会想到一些调整改变 那现在都没有就是凭想象 我不知道我唱的时候他有没有合音啊 或者是他唱的时候 我的声音会在里面吗等等这些问题 早已会飞 飞 烟 啊到复吧 你 最后可能要辛苦能等到复 啊这样地方比较好抓一下 好我们再试一次好吗 好 没有合唱的对手啊就是 就是觉得奇怪 嗯 那终生代的歌手呢 我觉得哈林老师都说完了 真的 很恐惧这首歌 那嫌我话多你 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哈老师说的就是很升华了 因为这首歌 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 就是唱过最难的一首歌 好哎两位有没有看到除了案件之外 你们两边各有一个电话 点外卖是吧 您是唱饿了吗 哈哈 待会下来请您喝光明优备 哈哈 是这样的哈 本期的规则有一个升级 在每一轮舞台盲唱的过程当中 每个盲配间只有一次打电话 争取与舞台歌手盲唱的机会 舞台歌手接到电话后 可以选择是否盲配演唱 哎呦 负担很重 这个线是不是可以拔的呀 拔的也是拔掉你自己的线呢 你要拔你拔呀 哈哈哈哈 这孩子 脑袋已经上昏了 你拔你呢干嘛 你要拔我的 哈哈 我们现在来看看有没有人 打电话 是我吗 好 我接了 来了 喂 喂 哈林哥 哎 要点什么 哎 哈林哥 啊 你你是谁 我是机器狗啦 我是机械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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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负重费是我的 啊 我先按了耶 啊 啊 光良老师你也心太急了 对不起 哎 他做偶像哎 刚拍了 嗯 你按的是红色是吧 对 我按红啊 你 我按红色了 你有红色 不是 咱们是一个屋的不能呼 不能选 没事 大会你就知道了 先先听歌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机械狗 机械狗是跟我同一个房间那个机械狗吗 啊 对啊 哎 你有没有听啊 同样房间不能打你 哎同样房间不能打啊 不能打啊 啊 是约不着人啊 你还不知道 那我打错了 拜拜 哎 刚刚打来是跟我同一间的机械狗 跟我同一间的打来闹场 我才没有跟老的一组 将会把我拖垮 哈哈哈哈 我不是闹场 哈林哥是我学生时期很崇拜的一位歌手 他很多歌也留下了我的回忆 就觉得我如果有机会跟他在舞台上合唱一首歌有多好我就打了我没有想太多哎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哦原来是同一个房间是不能打的 啊 算了 原谅他了 好 刚才你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是有两通电话进来的 哦 表示我隔壁这位终身带朋友也有人想抢 是这个意思吗 或许是两通都打给你的 哦 哎 我生意这么好 来 我们现在接近第二通电话 估计第二个还是打给哈林老师的 哎 又是我吗 还是你七八千倍 喂 喂喂喂喂 喂 老师你好 我是真汉子你好吗 哦 真汉子这个跟我真的不是同一间的 老师我想告诉你我爱你你爱我 我想要跟你合唱对 你想要跟我合唱哦 哦 对啊你刚刚跳舞啊 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真正在音乐上的表现 只知道你节奏感不错啊 对啊 选错才艺了 这样子好了 等一下我应该有机会听到你唱歌对不对 老师你现在是拒绝我吗 我这个人呢 看起来大大烈烈的 可是我在音乐上非常小心谨慎 我觉得我待会看完你的表演 我心里面会有一个盘算 你觉得怎么样 我尽力印象你 好 待会见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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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千倍 因为你拒绝了真汉子 所以 现在你就要跟大厨子之间先要有一个了断 如果想和对方组队 请按键 只要有一个键没有亮起来 组队就失败 来 三 二 飞哥肯定 我相信哈林老师 想要看我的 那凯真不好看 一 我相信哈哈 像这个他说我买的 就是哦 三 一 一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来 我小心谨慎一点 应该不为过吧 今天这么多 中生代 新生代的朋友 我也想看看 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状况如何 好不好 好 来 两位歌手 初相见 我们发言前辈歌手 余承庆 我们发言非常优秀的 中生代的歌手 富龙飞 爱老师你好 我愿意 我愿意 哎呦 哇 哇 摸到手了 长得怎么 像那个漫画里的人呢 装画的好 装画的好 你是装 在哪儿画的 介绍我一下 我最擅长的就是 手蚊子 我是爷爷 不过我要讲一下 刚才他这个演唱部分 其实难度蛮高的 和音啊通常高三度啊 配曲都比较要负担重一点 我觉得他唱的是蛮好的 没关系 哈林哥 您可以再看一看 如果后面没有看得中的 您依然可以选富龙飞 哦好 做您背后的男人好不好 哎呀好好 来我们一起两位 怎么样您对富龙飞有兴趣吧 我觉得他还不错 也有什么 他他很一般的 他是很一般的 别别别别喜欢他啊 别再按了 只能按一次不要再按了 咱们把它封上好吗 就这块就不用弄了 富龙飞没什么意思 这人就没意思 现在由中生代房主开始选择 想要与该歌手组队合唱的歌手 请起力争取 哦 我也来 来 真的是 好 都想跟他合作呀 对呀 接下来他们站起来想跟我合作 我觉得是假的 别别别也别这么说 但是他们选完之后 怎么选择更少了 我想问问新生歌手们 你们的搭档标准 我们搭档标准 搭档标准就是38老师 他这个怎么这么这么无敌啊 这个这么假 这么假没有办法回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38老师 我有给您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 针对您的才艺 好针对我 因为我最近在学摄影 就是会用ccd给您拍一组 非常美美的照片 什么东西啊 听不懂啊 38老师 你好 你好 我其实也一下就听出来您的声音了 之前 呃录过一些节目有过选曲环节 每一次基本上都会选到您的歌 但是最后可能种种原因没有用到 哈哈哈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在我以前比赛的时候也有唱过你的歌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能够看到你真人 我就很有这个冲劲 想要跟你一起唱歌 好 那我们等一下先约去KTV好了 好啊 也可以 哈哈哈 真汉子 我觉得你很熟悉 我刚刚听你唱歌很熟悉 因为我好像在家里常常听到你的作品 所以我想要选择我一眼就觉得他很显眼的真汉子 谢谢老师 你真的很有眼光 一开始是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屏幕上面 他的整个外形很吸引我 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人 而且加上我们前面在唱在路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跟我的声音应该也蛮搭的 所以我就想说可以选他 然后我想选的歌曲是 记得 我非常OK这首歌 谢谢真池巴老师 我们舞台见 来 让我们欢迎第二队 庞沛歌手 在节目播出期间 我们联合微博发起 博雅子漆合作舞台 各位可以上微博搜索我们的歌话题页 给你喜爱的舞台点赞 阿琳 好漂亮 阿琳你跟谁啊 跟那个菜花脑袋 就是头很大 哦 他头很大 因为他是包大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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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 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說 要一起走到最後 他還長得蠻無辜的 對 長得特別委屈 我們都忘了 這條路走了多久 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 有一天都會聽得 讓時間說真話 雖然我也害怕 在天黑了以後 我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有以後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 是我們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說 我和你手牽手說 要一起走到最後 我和你手牽手說 我們都累了 卻沒辦法往回走 兩個心都迷惑 怎麼說 怎麼說都沒有救 親愛的為什麼 親愛的為什麼 也許你也不懂 兩個相愛的人等著對方先說 想分開的理由 誰還記得愛情 開始變化的時候 我和你的眼就看見了 不同的天空走得太遠 終於走到分散路的路口 是不是你和我 擁有兩個相當的夢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 以後的傷口 我和你手牽手說 我和你手牽手說 要一起走到最後 我和你手牽手說 我要一起走到最後 我要一起走到最後 我和你手牽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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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是很多的歌迷朋友 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來自2001年 張惠妹真實專輯裡面的 《記得》 也是JJ林俊傑的創作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兩位 這一位 您是從哪個房間出來 我是從新生代 講話注意一點 我是從中生代 中生代 對 我希望我一直都是新生代 所以不管是前輩或者是新生代 我都是要以那種新人的感覺 去跟他們一起合作 因為這樣子才會有更多的不同的火花 您的花名我也不太敢念 您是 三十八 一朵花 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我在三十八這一個年紀 發行了我的這一張 得了金曲獎的專輯 好 那這位一定是從新生代出來的 您的花名 我的花名是 真漢子 漢是 劉漢的漢 剛打電話就是他 其實他一出來 我就知道他真漢子 他那個頭 一個頭兩個大 你看 請問一下真漢子 你是真的很喜歡劉漢嗎 我不是喜歡劉漢 但是我是真的很能劉漢 我想問問看 現在你的後背濕了嗎 漢子 很濕 非常 我好緊張 你知道我剛剛一直在轉的時候 我就整個心都是 像剛剛那個音效一樣 他這個叫獅背秀 特別 當你聽到對面傳來是那樣一個 女生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覺得有些聲音呢 就是你聽第一個字 你就會猜到他是誰 非常有辨識度的聲音 我覺得應該就是那個老師了 蠻老師的聲音也太好認 蠻老師的聲音 知道嗎 蠻老師 那作為第一輪出來的歌手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看到剛才我看不到的樣子 看秀 是 所以您評價一下這兩位 首先 這個 阿令 我 對不起 因為觀眾一直在叫 我說他出來 為什麼大家一直叫哈琳 哈琳 哈琳阿令 傻傻分不清楚有沒有 是我 我分不清楚 原來台上有嘛 還有一個觀眾叫哈琳的意思 你知道在上海話裡面 哈琳是什麼意思 就是棒的意思 這個好 好棒 好棒 所以這個阿令 其實女唱將 她其實唱歌 有能量的部分 有細膩的部分 那倒是我們這個真漢子 音色很好聽 厚實 唱歌比較自由 忠實 你怎麼了 怎麼頭快歪到地上 你剛才電話裡是回絕她的 對 那現在呢 好 在考慮啊 我在研究啊 我現在不能這樣 這樣回答你 真的很尷尬 我害羞啊 好 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 有沒有電話響起 3 2 1 沒有 沒有 現在主動權回到台上 兩位歌手手中 進入 抉擇 時刻 哎哥你這個 這個揮手是什麼意思 這個時刻 我在跟鏡頭打招呼 來 3 3 2 3 這個揮手肯定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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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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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现在要做一个选择 对不对 没错 好 我的风格是比较自由 现场这两个男生里面 有一位跟我 是比较能够合拍的 就选择这位跟我一样 喜欢刘汉的 真汉子 有时候我觉得坚持他不一定立刻就有回报 但是你等一下他就会 那我坚持了一下他就来了 这回报 好的 我们要欢迎真汉子张比特 和哈林哥到舞台中间一起举起你们组队的战麦 来有请两位 好 好 给你们五个 好 请举起你们的战麦 拿起来了 1 3 起哈林五场 请真比特 组队成功 选择真比特 这个是一个可以 键出一个火花的 因为我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调性 我是很狂野的 哈哈哈哈 这个能力其实真的我是觉得一看到哈林哥 就是哈林哥了 对 除了音乐风格我还是想问问他这个头发在哪里唱的 其实很简单 我没有要去 哈哈哈哈 来各位我们用掌声送给我们的阿林 哈林 阿林 啥啥分不清 布鲁飞我要跟你讲一下 接下来就只剩下两组 而且阿林因为坐在前面 她有优先抢人权 所以你是比较危险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有光明优备陪着我 满满鲜活力 会陪我找到适合的伙伴的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登场的第三组盲配歌手 他们会不会配对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有请新生代房间的房主简七 想要与该歌手组队合唱的歌手 请起立争取 你看我站多高 我都已经站这么高 我的天 哎姐七你好姐七你好啊 谢谢 我站起来的原因 因为我感觉啊 咱们以前就见过 尤其是去年 是啊是啊 然后那时候见的都是合着见的 对啊 应该是对不对 有遗憾 之前那个节目你们从来没有一起唱过歌吗 没有明明是一个节目 就是什么错综复杂就是就是唱不了一块 对对 都没有合作过 哦没有 这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能圆这个梦啊 咱们能能当面唱特别爽 我也特想跟您唱歌 哦 那就那就那就这样吧 好不好好 我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听 您选什么歌啊 不如我们就唱 Bly Me To The Moon 我觉得那个在路上这首歌 其实真的很好听 但是像 哎呀但是 你你是房主我听你的好吗 然后你选哪首歌 咱们就唱那首歌 谢谢谢谢大师老师 谢谢大师老师 台上见了 OK 好 接下来又有两位华带歌手 准备上台进行他们的王佩演唱 让我们欢迎他们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你猜对了 果然是大老师 那个北京味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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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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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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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师 真棒 唱得真好 确实说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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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住下了 是 我就特别爱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的游乐园 我当然想回来 我跟你说这一年 我每回坐飞机的时候 我多想这个节目 空姐问我你需要什么 我说我需要再回到我们的村 那您今天的花名叫 我叫大顺 那可不是还是大老师吗 不一样 因为那个 我就是想养一只狗 然后叫大顺 这样每回出去 遛他的时候 就是遛遛大顺 遛遛大顺 出门就特别吉祥 那我们这位小伙子 你的花名 我叫那个简七 他就是简七 简七 你刚才有没有被陈辈歌手里面 中间那个人吓到 你们不觉得简七是最小的一个吗 简七 简七 你在吗 你还在吗 在 在 前辈歌手 三位其实都挺吓人的 都吓到了 我觉得这前辈歌手这样不对 主要是中间那位老师 老生这个余成器 我觉得你隐约地把我的名字 你都坐在那儿了 你怕什么 对 我都坐这儿怎么样 都已经配对成功了 怕什么 先问一下简七同学 这次为什么又回来 因为为了弥补上一期的遗憾 据说简七老师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跟我合唱歌曲 对 这不是来了吗 前辈 好了 那两位都已经唱完了 接下来还是先看看 会不会有人打电话 大老师 喂 不考虑 挂了 不是 你看任性吧 人家宠他他就任性 中介串心串心了 他说三环有这个房出头出爽 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我真的是盲线 我现在是没有伸 来 我们来调整一下线路 好吗 调整一下线路 哦 有了 来 哦 是吗 哦 那太棒了 因为我真的很想唱这首歌 如果你能跟我唱的话 我非常希望能够演这首歌 真的可以吗 好好好 那太感谢你了 好 谢谢 好 到底说了啥 他说这个 两只羊和三匹马加起来 是不是都知己 我 因为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叫《在路上》那首歌 因为小马是我们的楼主 不是 不是 我说屋主 然后小马选的是那个 那个 《逃避我》秃子 然后我说我秃子也可以 但是刚才这位 他说他也很喜欢那个 《在路上》那首歌 如果有机会跟我唱的话 我特别 我也觉得特别想唱这首歌 所以我答应了这件事 可以吗 你做主 你说答应了 那我们能说不可以吗 小马 小马 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可以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既然大老师答应了 要唱《在路上》这首歌 小马 这个位置就得空出来 好 我走 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专座 在那吗 他只能坐在这边先听 接下来我们俩唱歌 感觉跟小马祝寿一样 是不是 好 给您过生日来了 谢谢小马 只要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 天呐 好 来 我们欢迎这一位歌手 好 好 丸豆菜菜 她声音很特别 新生带回一个女生了 这很漂亮 也许我要的太多 都不想你难过 也许应该坚弹活着 快乐痛苦不说 我们没有理想 流浪没有反响 只是梦中的麦田 守着一片金黄香的美 梦梦又哄唱 那永远到不了的远方 在路上和我唱这一首歌 如果我有方向 那就是远方 钢铁怎样连唱 流浪不靠坚强 我们没有理想 流浪没有方向 如果能得到玫瑰 我只留下方向 想的美 美梦也无常 那永远到不了的远方 在路上和我唱这一首歌 梦梦又哄唱 discs 没 Moż 听 她追求 論在路上和我唱辚 两只歌 rapping constitutional 羞涩 每一片驚慌 伤 是我的理想 用生命把它埋藏 伤伤 是 my thinking 送 是梦中埋藏 继续每一片驚慌 收着 treasure 继续 每一片驚慌 一闪是我的理想 那生命把它埋藏 明生命把它埋藏 总是梦中蔓延 守着每一片惊慌 丧失我的理想 当生明白了埋葬 大学 先问一下大老师吧 开心吗唱得爽吗 我太开心了 因为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非常之重要 就是我做摇滚乐乐的最开始 就是《麦天守望者》 他们发掘我 所以我才走上了这条 所谓音乐的路上 就所谓吃水不忘八景人 后来我看的 《麦天守望者》的演出 当时我第一次在台下 听这个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歌太美了 就感觉就是一阵风 给你刮走了一样 这首歌特别的美的在于 他说丧失我的理想 但是又遍地的开放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一路上 会失去很多 也会就是说 自我进步很多 但是音乐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开了 整个世界的花就开了 所以说我们为了那个梦 那个音乐在路上 一直在做最美的 我们的自己 了不起 我觉得音乐 我觉得音乐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传承的感觉 不仅仅是音乐的传承 也是故事和文化的继续 这个是音乐的初心的开始 是 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很特别 因为今天我们蔡蔡加进来了 你听出蔡蔡是谁吗 是这样的 因为听这个声音 如果我做到很沉着 就会就有点悬 怎么你都知道 这都是以前碰见过 都是特别好 老朋友 对 对 对 其实在我参加之前的一个节目的时候 大老师是坐在导师的位置 对 所以非常荣幸可以跟大老师 变成同台合唱 这个豌豆菜菜 她为什么叫豌豆菜菜 首先是我玩游戏很菜 所以有菜菜 然后豌豆是因为我一颗一碰 就很容易轻 很容易受伤 因为我刚刚离得特别的近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我们的蔡蔡 你今天的另外一个手 是不是应该是石膏 我还说 你看这造型 美少女战士有没有 结果这么容易受伤了 对 这样 我们再来听听 其他几位对于刚才两个合作的 这个评价好不好 好 我来讲一下 我觉得 如果我在刚刚两首歌里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男生 他反而比较优雅 女生反而有点想不到 哇 有点霸气 可能女生比较适合大老师 她会选她吗 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我配不上这种优雅 是不是 是 没错 没错 你又会说话吗 谢谢您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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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讲错话了 怎么了 是我的霸气不好吗 哎 哎 哎 对 是她站得不够高吗 哎 哎 好 我觉得你们两位合作得非常好 感谢你 嗯 因为我有私心 啊 什么 感觉她已经有选到心上人了 对 所以呢 你们两个这样子保持就好了 什么意思 小马 小马 大老师 大老师 你现在再叫小马已经来不及了 大老师 我要先跟你说 您说 我终于见到小马本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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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我们家的女儿 告诉我小马 我每天都可以听到她 所以如果我要跟小马一起练歌的话 我女儿也会跟我一起练 啊 听到她 所以如果我要跟小马一起来 小马是比较年纪大几岁 我家里是 妈妈 这个是妈妈和女儿的共同愿望 对 而且我也知道她对于音乐啊 就是很细腻的了解 然后很热情 所以我就希望 也可以跟她合作 声音上面是这样 然后 另外一个 其实因为我上一次 在另外一个节目 想要去探班 没有看到她本人 这一次呢 就刚好又有这个环节 我就想说 我上一次跟她错过了 这一次不要跟她错过 我觉得 这个气质上呢 小马跟她的一夜很适合 是吧 不是 这样的维持也是蛮不错的 给我们一杯 什么 我跟小马气质很合适 我们每天可以哈哈哈哈的 我们俩的组会叫做马大大大多好 大型的名字 这吼蓝红的话 不好 阿琳姐 跟小马我也觉得特别的合适 真的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我也有私心力 因为其实我跟阿琳在房间的时候 我就有大概猜到 是大老师 但是我想 他前两季都来了 应该这季不会再出现 所以大老师 我要知道的话我肯定 选大老师 对 其实咱们俩在一块也行 我们两个在一起就 不行 现在还没到 你好没弹牌的时候 我觉得 也得看小马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小马你是那个屋主 对不对 对的 所以现在轮到你表态了 大老师 阿琳 你做出的选择是 小马 我上一次错过了你 我希望这一次 我不会再错过了你 错过了 这个话我真说不好 来 还是您来吧 小马 现在就全部在你这边了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是 我选择的是 本节目由 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备 歌又好听 还会讲小品的 阿琳老师 恭喜阿琳小马配队成功 你管оров 我把ç 给我放下来 我自己扩下来 加油 不可以吗 可以吗 我抱一下 好 组成今晚的第二支战队 我可以回下车袋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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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健康 非常健康 活力回来了 好 现在到了大老师了 我们来解决现在现场的问题 反正我就觉得 如果跟小马合作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本来信心真的很足的 所以我会觉得还是遗憾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 我来了三回了 对不对 后边还有合作战呢 对 山不转 水转 我总能跟小马再次合作上 所以说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好 了解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 你和蔡蔡这个 接下来到了考验你们的时候了 这是本场的最后一个电话了 后面只剩下两个人了 如果电话没响 你们两个人直接开始选了 但是如果电话响 你如果说好 待会儿前辈会出来 刚才跟你在房间里面 在一起的同伴也会出来 你们三个人同唱一首歌 之后进入二选一的环节 你们互相之间要做选择 完成配对 懂了吗 懂了 来 有没有电话响 这什么 哦 哦 哲璇 是前辈打给你 喂老师好 哲璇我是第一次看你唱现场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来合唱一首歌 谢谢老师 对 而且我觉得你的声音有很多可能性 因为 我是唱情歌比较多 我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情感很丰富的声音 我真的觉得它的声音很吸引人 然后很细腻 然后带一种很甜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应该会容易打动别人 聊完了 你做出的选择是 我做出的选择是 跟机械钩老师和另一位新生代的歌手一起合唱 哎呀 我说命运呢 对不起 大老师 好 好 这位蔡蔡同学 她做出的决定是待会儿三个人同唱一首歌 也就是她放弃了和你继续配对的可能性 好 那大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 您先坐到前辈的位子上来 我们来看后面那个表演 再决定到底怎么选 行不 好嘞 来 欢迎大老师 海哥 海哥 我申请一下 我离大老师纪念行吗 可以 我坐后面 随便坐 海哥 我申请一下 我离福龙飞远一点好吗 来 坐 必须的 好了 各位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的是 这一轮盲配的最后一首歌了 三位歌手同唱一首歌 你最好 他们是谁 来 此刻 揭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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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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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光 光亮 偷看 不可以偷看 词曲 李宗盛 并不是真的 都过爱你 也不是真的 不会想你 全都不是真的 是骗自己 其实还爱你 爱着你 我以为我曾想清楚 无忧自主 惶惶惶惶又走回头路 再看一眼有我的幸福 爱情 好想留下 我的挣扎 谁打去吧 我不害怕 爱情 好想留下 是你的牵挂 无缘放下 Oh baby 让我这样吧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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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一眼诱惑的幸福 爱情 好像偷伤 我不说话 等待黑暗 泪暖落下 爱情 好像偷伤 明知该读它 无法自拔 无悔的使我太傻 是一再的做一再的做 不要我 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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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向流沙 爱情好像流沙 我不挣扎 随它去吧 我不害怕 爱情好像流沙 心里的牵挂 不愿放下 Oh baby是我太傻 爱情好像流沙 我不挣扎 随它去吧 我不害怕 爱情好像流沙 心里的牵挂 不愿放下 Oh baby 你也别让我这样吧 Oh baby 好久不见 大家好 您的画名是 胆小机械狗 胆小机械狗 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说 也许我唱那么多情歌 写那么多情歌 我是一个学理工的 我之前是学电脑的 对 我对那些什么机械 都很有兴趣 了解 那为什么是狗呢 第一我是属狗嘛 第二我觉得 我的个性有点像狗 就是很怕陌生 有一些狗去到一些地方 他觉得很新的地方 他会比较害怕 对 很慢热 那我们更要给他热烈的掌声 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 谢谢 三位共同演绎 带来这首1997年的作品 《Devital流沙》 这首歌真的很难唱 然后我们在彩培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对方的声音 蛮新鲜的 我从来没有试过彩排 明明要跟别人合唱 却她没来 你看吧 是不是初到二十几年 还是有新的东西没试过 请问一下这位前辈 两边的 你更喜欢哪个声音啊 真的很难选 我一开始呢 觉得菜菜的声音 特别有感情 然后很细腻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的那个 可能性很多 谢谢老师 然后男生的声音呢 我隐隐约约觉得 她是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她有很多的地方都抓得很准 然后感情也很丰富这样 她一定是一个很有才华 也很会唱的歌手 来哈林哥 你要不要给机械狗一些建议 所以 自己做的是自己当 哈哈哈哈哈哈 对我想听阿琳的 她的建议 如果我是你的话 啊啊 就follow your heart 哈哈哈哈 怎么讲对没讲啊 有啊她讲的是英文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机械狗生气了 那就变成熬犬了啊 对 没有 机械狗是很温和的 不过我有被哈林哥传染了 真好奇 刚刚后面那个前辈是哪个 哪一位一直在生气啊 好了 没有是你 这个事还真的是 调婚最大事的 还真的是这位前辈 哇她太太大了 我的情绪波动还蛮大 对 算是一个蛮敏锐的人 我相信 大家对我的印象 都是因为我的MV 害大家有这种想法 因为是情歌嘛 所以大家就觉得 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或者是很严肃 或者是很文艺的人 其实我 我没有那么的文艺 对 好 现在 两位和前辈一起唱歌的 有什么话要对前辈说吗 因为说完了我们就要做选择了 首先我从我们刚刚九个人 在备战间合唱的时候 一下就听出了老师的声音 光良老师 然后光良老师被大家非常熟知的《童话》这首歌 是我小的时候学钢琴弹的第一首流行钢琴曲 谢谢 最后想跟老师说 我有自信可以跟您合作出非常棒的舞台 谢谢你 来 唱两句给老师听一下 不 我现在不唱 老师一定会在未来的舞台跟我一起唱 你那么有信心老师会选你吗 同学 你也不必藏着掖着 来你有什么要跟老师表达的 一想到光良老师 那就不得不提到《童话》第一次这种歌 就是已经烂熟于心了 然后我一定要提的一首 我觉得还挺刻在我的记忆里的 你唱唱看看是不是光良老师 他自己私藏的心头好好不好 停 往下接 结果不是光良的 绝对不可能 等一下 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没办法这样接歌 试试想念的心 装满的都是你 我的抗旗 弹走的都是你 我的日记 写满的都是你的名 才发现 有另一个黎明 你 好了 结果出来了 光良 你被淘汰了 嗨 我觉得那位少年 可以模仿光良去上演吧 根本就是 他根本就是插得一模一样 非常非常好听 这个歌说明 你对光良老师是真爱 而且这个歌 是我自己写字写曲的 所以我现在要问我们的蔡蔡了 你还那么有把握吗 另一位同学 刚刚已经体验过 跟光良老师唱歌了 你也跟老师唱过了 那我们还没有单独唱过 就这么决定了 还是三个人 好吧 好 那我们即刻做决定了 由于刚刚陈卓旋接受了电话 所以光良 你现在要在他们中间 选择一位做你的搭档 光良 请你把你选的这个人的名字写在板上 你看这节目多精彩 音乐综艺节目可以做成推理 然后又做成抑制节目 哇 谢谢哥 其实是很清楚啊 站在耳机里面的两位 他们只可能选一个人 就是在招待的 中间的中间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既然没有 我们现在要的选择 我们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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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恭喜今晚第三支配队成功的陈周璇 黄良 来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一位非常年轻也很优秀很有前途的创作人徐梓慧 好 本场的最后一个悬念来了 大老师傅龙飞请你们也到舞台场 我突然发现一个情况 大老师您是从前辈房间里出来的 是 傅龙飞是终生代出来的 所以你们三个人是可以互选的 如果傅龙飞跟徐梓慧两个人互选 大老师 第五季我们的歌 你们就潇洒走这么一回 好的 第六季再来 拜拜 再见 六六大顺 第六季再来 拜拜 谢谢 我只是告诉你们是有这种可能的 好 两位有什么要再说一下的吗 我觉得出于对两位前辈的尊敬 所以我提前会说我会选大老师 我喜欢大老师在舞台上的音乐表现风格 以及他音乐带给别人的感受 大老师 你不必说什么 我们现在给你们上答题版 请你把你选的这个人的名字写在板上 来 三 二 一 揭晓 看 写的是 龙子 谢谢 前途无量 谢谢 谢谢 这可以 谢谢 谢谢 来这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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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喜大张伟 富龙飞组队成功 因为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在于 我看富龙飞跟哈林老师合作的时候 特别在乎那个另外一个人的情绪要求 哇 这是一个合作起来多好的伙伴呀 然后当时我就跟黄良说 我说你千万不要选富龙飞 他那个人不行 哈哈哈 你人品吗 哈哈 那就是我跟他说了好几多块话 就是为了那个 让那个最后我能有有就留这么一招啊 双向奔赴是 哎呦 谢谢 来 来 来 要不要听听同样善于创作的几位前辈给你一些建议 好啊 太好了 好不好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听前辈的任何建议好吗 哈哈 因为前辈在对只是前辈而已 你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他之前会老说自己 现在没多人知道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就美好地做你自己就行了 了不起 谢谢 谢谢 虽然你刚刚说 现在每个人听到你名字也许是 啊 我相信当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 一定会让大家一看到你就说 啊 徐梓卫 谢谢黄良老师 你就是很多人会知道你的 啊 哇 对 我们一起来啊就知道了 一二三 啊 一路为伍相声战法 啊 目前A组已经组合完毕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观众 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光明右背 我们很多小程序为你心目中的 最佳鲜活人气组合点赞 参与互动可以解锁精彩独家花絮 可能获得观看现场录制的机会 等更多惊喜福利 真的哦 谢谢师兄 来 爸 来 OWEN 本节目由每升两百毫克免疫球蛋白的光明优倍 独家挂名拨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何以朝皆情意难解 总是如此真切 信念却暮暮暮暮似被天牢 你促起的美少 深处的爱却迢迢 到不了你心上 直到奉献做良好 何止连遗憾就已老 如果时光带求这单死就放掉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乐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我们的歌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网易新闻 网易号 网易娱乐 感谢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百度APP 搜狐娱乐 腾讯新闻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